记者陈以嘉台北报道,交通部高铁局今天宣布,与牛奶地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将投资于60亿元,在高铁桃园车站特定区清升段434、435号,兴建群台最大的Key,进化于110年初开始营运。 高铁局表示,牛奶地产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31日获选为高铁局主办高速铁路桃园车站特定区清升段434、435号商业区开发经营案之最优申请人,今天下午正式签约将为高铁桃园车站特定区引进群台最大的Key,完整服务当地生活机能的空间。 牛奶地产公司取得本案50年地上权基地面积约138公顷,总投资金额超过60亿元,将建造全台湾楼地板面积最大Key,一家家居商场提供完整的复合性消费空间,包含家居与家市零售,超市及餐饮等服务,预计于110年年初开始营运。 这将是继国泰人寿之华泰名品城、水族馆等开发计划及A19关的环球购物商城后,为促进高铁桃园车站特定区迈向国际商务城之目标更具体的成果展现。 牛奶地产公司将结合Key一家家居组成经营团队,搭配高铁桃园车站特定区拥有的交通便捷性完善公共设施人口成长性加上邻近桃园国际机场之区位等优势条件。 未来不仅将提供在地就业机会与公益性活动外,并提供在地居民一处具创意友善的逛选空间。 且在开发与建筑上将至少取得银级绿建筑标章并以黄金旗为目标,落实对社会经济达到触发地区发展,对地方邻里有效提升生活机能,对自然环境朝向环境友善的开发理念。